台北市有一间男性按摩店的老板用了店内张姓按摩师的照片 把他放在男同志的杂志上当广告 但是这名张姓男子觉得这会让人家误以为他也是同志 因此告老板诽谤 但是现在检方认为因为同志并不是负面用语 老板是以不起诉处分 身材结实裸露上半身的男模特被蹬在同志杂志上 看起来稀松平常 不过有位张姓男子因为不服老板拿他的照片 多次替公司打广告 他觉得会让别人误会他的性向 一撞告上法院 公司认为这名张姓男子并非出自本意提告 因为事情发生在去年10月 为何拖到今年8月才提告 怀疑有其他的原因 而检方认定即使原告被误会是同志 也不能算是诽谤 因为同志不是负面自演 将老板以不起诉处分 没有确确的证据证明他有恶意的行为之下 他不构成这个罪 所以孝项权他有权请你除去 第一 第二 他有权请你这一个损害赔偿 也就是说原告可以提起违反孝项权之诉 请求民事上的赔偿 而同志议题涉及争议性 合作双方若能事先协调才能减少纠纷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